度乔诚如等五人而证到过 佛陀他转法轮 度乔诚如等五人 这五个人简介一下 第一个叫做阿什陀 中国翻过来叫马圣 很多佛教故事讲到马圣比丘 对不对 后来他出家叫马圣 第二叫拔提 这里翻译叫小贤 第三叫拘利 后名摩赫南 这三个人 他是佛陀父亲那边的亲戚 第四个就是乔诚如 这里叫做火器 军火的火 无器的器 火器 再来第五个叫做实利加社 或者叫婆夫 这五个人 后面两位乔诚如跟实利加社 是佛他母舅那边的亲戚 乔诚如前世为谁 戈利王 就是他当国王的时候 带着自己的嫔妃宫女出游 佛陀的前世叫什么 忍辱闲人 他已经修得非常的好 安住在这种寂静的境界 人一看到这个修道人这么庄严 这么平静 内心散发着光芒 都想亲近他 那一亲近他 这国王就是吃醋 好勃然大怒 说你们是什么人 还跟我的冰飞宫女说法 讲话聊天的意思 其实是跟他们说法 那就是说我是忍辱仙人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修忍辱 什么是忍辱 这世间的一切违缘逆境 我都不会骑成灰 所以国王找他麻烦 是吗 那斩断你的手 看你起不起成心 把他手砍下来 他说我没有起成心 这斩另一只手 一直到两只手两只脚都砍断 现在你有没有起成心 他说我真的没有起成心 如何证明你不起成心 我如果真的没有成心的话 我的手脚会恢复完好如初 当场就恢复了 忍辱仙人 就给他祝愿 发了一个善愿 佛陀被斩断手脚 发一个善愿 现在你问我一声 斩断我一只手 问我一声斩断我一只脚 未来是我第一个要度你 我在言语之间 要斩断你所有的无名和执着 所以他今生第一个度的就敲诚如 但是就不可能 有什么 куда我伤感你 我一只脚会